今天跟朋友借来一台工程样机 机器不重要 这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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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都没装好 然后呢 这个cpu是7840h 就是现在最新的一个锐龙 锐龙的md处理器 核显的是780m 不知道你们能看得见啊 这个cpu cpuz的一个检测结果 好吧 那我们话不多说 先来跑个分 先看一下这个 r15 我刚刚已经跑了 我再跑一遍 好 结果出来了是2419 还行 还可以啊 跑一下单核 这单核跑的比较慢一点 你们等一下 好 跑完了 单核是269分 多核是2419分 cpu 最望跑了 cpu 先跑一下 cpu 多核6648分 单核是681分 现在开始跑r20 好 跑完了是6110分 很高啊 这个分 这个分数应该比较接近于90瓦的13500h 给我看一下数据 我做一下对比 好 跑完了r20是单核679分 多核6110分 好 再跑一下 再跑一下r23 r23的话 我就不跑10分钟了 解决时间 然后主要看一下这个cpu的性能 就跑一下单核就好了 跑完了 r23单核是1741分 多核是15508分 结构图 再看一下3dmark timesby的跑分 应该是和1650差不多 过来 我们看一下结果 2944分 还可以 比我想象的差一点 结构图 现在单烤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那个核心的功率 还有频率是多少 现在刚开始是看见是54瓦左右啊 53.6 然后频率的话是4.3左右 我们烤机5分钟到10分钟 看一下后面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现在烤机了4分钟到5分钟 功耗是54瓦 频率的话是在4.3g左右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最后把总结的数据放在这里 大家自己看一下吧 我是小白不小白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